歡迎收看 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那進入到第13週的訓練 接下來只剩下三週就接近比賽啦 OK 那我們就來開始介紹這禮拜的訓練內容吧 那這禮拜進入到比賽週期的第一週 所以訓練強度會從上禮拜的很多間歇 改成這禮拜開始逐漸調整為模擬比賽的情況的訓練內容 所以訓練的內容會跟上禮拜有點不一樣 希望你們可以稍微的適應一下 那我們就從課表來開始看吧 第一天禮拜一一樣維持是基礎的記憶力訓練 想辦法在這邊完成你的核心訓練喔 禮拜二的訓練是馬拉松配速跑要跑30分鐘 30分鐘的馬拉松配速跑強度是2.5區 當你跑完30分鐘之後 要完成200公尺速度訓練5趟 那在這5趟訓練當中 每一趟的強度都是6.0區 那每一趟的訓練都是完全恢復了之後 再開始跑下一趟 所以你完全不喘了之後就可以開始跑下一趟 那總要完成5趟的距離 所以跟上週比起來 我們從600公尺進到800公尺 又調回來200公尺 就是想辦法讓身體保持越來越輕快的感覺 準備來應戰接下來的比賽 OK 那禮拜三也就是休息日啦 那休息日的時候 因為前幾週的疲勞累積 可能會讓你身體開始有倦怠的情況出現 也希望你可以做一些你興趣的事情 讓你身體重新找回對跑步的熱情喔 接下來禮拜四的訓練呢 也是這禮拜的游泳耐力訓練啊 那游泳耐力訓練呢 跟上禮拜一樣 維持60分鐘的游泳耐力不變 60分鐘的強度都是1.5區 跑完之後有100公尺3趟的加速跑 每一趟的強度一樣是6.0區間 那每一趟的訓練內容呢 一樣都是完全休息之後 再開始下一趟的訓練 OK 接下來禮拜五呢 從上禮拜的間歇訓練 改成這禮拜開始模擬比賽強度的訓練啦 所以這禮拜訓練內容呢 是要開始訓練你可以適應比賽當中 配速之間的轉換 但是還要維持一段時間的游泳耐力訓練 所以一樣是游泳耐力訓練 但是訓練當中會有強度的變化 我們要跑馬拉松配速跑30分鐘 30分鐘都是維持2.5區的配速強度 當你完成30分鐘之後 接下來的30分鐘 調降回來變成1.5區的強度 所以我們總共要完成60分鐘 可是有分前半跟後半 前半是2.5區的配速 後半是1.5區的配速 在完成這樣完整60分鐘的配速之後 可以讓你身體逐漸是你在比賽當中 可能前面配速太快 要重新調整回你原本該有的節奏上 那這個訓練目的 是希望你可以在比賽當中 不要有過度超速 或者是你真的超速之後 也可以調整回來的情況 這都是我們訓練當中 需要先模擬的地方 那接下來禮拜六呢 也就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那休息日的時候 不妨跟家人出去走走晃晃 完全好好的休息吧 接下來禮拜天呢 也是這禮拜最後一次的 游泳耐力訓練 那訓練內容呢 會從上禮拜的80 又回到這禮拜的90分鐘 90分鐘當中 都希望你可以用耐力1.5區的強度 來完成這樣的訓練 那跑完之後一樣 有100公尺兩趟的加速跑喔 OK 那以上就是比賽期第一週的訓練課表啦 會不會感覺跟前面幾週的訓練內容 會很不一樣呢 比賽期的時候 會開始把你的間歇 逐漸的調降 那想辦法讓你的身體 越來越適應 你比賽當中會遇到的狀況 還有配速 讓你提前在訓練當中做適應 才不會在比賽當中 手忙腳亂的發現 我爆掉了 該怎麼辦 跑不動了 是不是要用走的 這個時候可能都會影響你的比賽成績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訓練了啦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